只有一个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只因为拆了我去参加主日学营会 在我生命里面造成这么大的改变 让我人生完全的翻转不一样 就是这些孩子 就是这个 这是这个代表的一切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孩子 我就是这样的孩子 有一个人关心我 就好像毛巾上一个字 一个人是可以带出改变的不是吗 Lulu is going to explain to you how you can pick a child tonight and begin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life 如果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晚用什么样的过程可以找到你想要任养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带出改变 首先我们结束之后在外面的书摊 你会看到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包装袋 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孩子的照片 这就是你愿意去任养的孩子 你挑好了之后呢 里面有一份资料 你个人的资料 还有信用卡的资料 我们所有的这些捐助的东西都是靠信用卡扣款 你要填完资料之后交给我们的同工 请大家留意写字的时候自己工整一点 因为很多人猜不出你叫什么名字的 好不好帮助我们 你填好之后我们接受Visa跟Master的信用卡 填完之后把这个资料卡交还给我们同工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袋子带回家 可是记得啊 你的信用资料没有交给我们之前不可以拿走啊 不然的话就少了一个让人家能够帮助这个孩子的机会 所以是把这个资料交给同工之后 就可以把这份资料带回家 在我们成功扣款之后 你会收到我们的收据 还有这个孩子更详细的资料 以及以后我们可以怎样来跟他们联络的方式 谢谢您 如果您有想到 我我知道有些人听到各种故事 你们知道 我们会问 是我的支持 我的支持 如果您在想说 我知道以前可能有听过各种故事 您在想我的支柱 我的金钱真的帮助到这些孩子了吗 大家可以给我们那第一张照片 把这张照片放上来 好不好把这张照片放上来 这个小女孩是来自伊索蒂亚 他们的父母一直想生男孩 这个生下一个女孩 很多人知道在这些社会当中 女孩子是没有办法下跌出力 所以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他们村庄外面的一个树丛里头 把她绑在一棵树上 就让那个孩子在那等死 让动物来吃她 这不是什么游戏 不是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我在世界各地面对 都是生死交关的事情 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孩子 我们大都会的同工发现这个小女孩 绑在一棵树上 他们把这个孩子解开 带这个孩子回来 小人能认养赞助这个孩子 六个月之后 谁让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吗 我们是乐电大夫 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讲的 讲的就是一个人 愿意跨进Rosie这样女孩的生命 带出她生命的改变 I'll get you out in plenty of time tonight 今晚会改了很多时间的 take a few moments 放一点时间 停在那书餐旁 Amén There's a lot of little Bill Wilson's on the table tonight 今天书餐上 摆了许许多多 Bill Wilson 在那里 I hope you can help 希望你也能帮我 Pastres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share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分享 谢谢 Father I pray in the few moments that we have together tonight 天父祷告在今晚我们所有 现在的时间当中聚集 God you will speak to our hearts 上帝就能对我们的心说话 Speak through your word 建议的话语说出 Speak to us 对我们说 让你们借着我们去说 赐下清晰的话语呢 跟我的朋友分享 I pray that some of them will never be the same because of you 我们祷告 因为今晚的结婚 有些人生命再也不一样 奉耶稣的名 Amen And Amen Amen